时尚家如 树莉早安 哈喽 家如早安 各位观众朋友 树莉 看得出来你那边阳光已经出来了 这金红色的阳光洒在你身上 对呀 这边阳光超级灿烂的 一大早啊 你看看 家如 有没有觉得我在一个很绿意盎然 而且充满活力的地方 有 而且后面那个很显眼哦 那个是甜甜的水果吗 没错 甜甜的水果看不看得出来 我相信家如一看 我觉得你一定会很喜欢很喜欢吃 有 现在刚刚导播放大这个镜头 看出来了水蜜桃对不对 对 没错 今天修理就是要带大家来吃水蜜桃 而且来到哪里 来到我们这个梨山 梨山大家知道吗 现在盛产水蜜桃 而且听说这是水蜜桃的故乡 我们就快来看看 到底这些水蜜桃如何 家如 你快来看 你看我后面这边 满满的结实累累都是水蜜桃了 我好想吃喔 家如 你有流口水没有 有 我觉得看到这胶艳欲滴的 这个水蜜桃 对 早上吃这个也不错 超想吃的 对 超想吃的 对呀 所以我到底要怎么把它踩 我怕把这个踩坏 因为水蜜桃很焦嫩很焦嫩的 所以陈大哥 来啊来啊 我找到那个我们农场的主人陈大哥 陈大哥 跟我们家如主播 还有电视机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早 早 大家早 陈大哥 你看你这水蜜桃结实累累 而且看起来都很漂亮 很熟 快点啦 我觉得今年到时候比较晚 今年万多就半个月二十天 对 因为我一直等要吃水蜜桃 你知道 到了夏天啊 你知道我就是在等这个水蜜桃 我就觉得等好久喔 现在这样子算很多吧 算比较少尾声了 对 现在算尾声了 上个礼拜是比较 每个地方都在大彩 李山地区 所以上个礼拜是最大的 最盛产的 对 不过本来上礼拜要来 又被蜜桃受伤了 所以就等到这礼拜 所以这个礼拜已经 上礼拜大产了 这礼拜就有尾声了 上来水蜜桃 上来水蜜桃 真的喔 不管啦 不管啦 环充就是要吃 就是要吃水蜜桃 好 没问题 我想要吃的宰桃 你知道吗 宰桃 各位观众朋友 我跟你讲 气象趴趴过最大的好处就是 可以吃到宰桃的 对不对 所谓宰桃一般 事实上水蜜桃冲到要温出去 到我们这个水果商 其实都不是宰桃的 你差不多半钟 差不多半钟 几成熟 差不多七成熟 七成熟 但是我告诉你 其实最好吃的就是宰桃 对不对 来 来 咱多一点 好 来 来 多一边 这边 来看 先看一下 等一下 先走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家如 你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 好漂亮的红啊 对啊 这已经几层熟了 这个已经八九分熟了 八九分熟了 好 这样来来 我也想要看 我也今天来享受一下柴果的乐趣 这点好厉害 旁边这点不可以吗 对啊 不可以 这点是要给我吃的 对 这样我买这点给你吃 这个我们柴果 当然一般游客比较不能柴 这点是要怎么柴 这边汁这么大 没有 这个从这边就给它剪 从这边给它剪下去 对 我好怕会剪 小心手 好 我很怕 你看看 好棒喔 超级棒的 这点要给我吃 这点在这里可以吃吗 是喔 那你说我们这边还是准备 因为其实我们昨天就把套带 为了要拍摄 昨天就把套带给拿下来了 这样稍微洗一下 其实就可以了 因为陈大哥把这个果树 都照顾得非常好 而且因为都有套带 所以其实都非常安全的 直接搅 直接搅就可以了 加油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等好久要吃的水蜜桃 我先不客气了 直接搅 搅了 很好吃 你看喔 这条有脆喔 好多汁喔 现在汁是最好的 现在汁是最好 而且喔 再这样的滋味真的超棒的 所以你说这个是上海水蜜桃 上海水蜜桃喔 其实水蜜桃它还有分品种喔 一般我们在吃啊 说实在傻傻分不清喔 所以这是叫上海水蜜桃 也就是呢 一般大厚 或是说你大厚的 是大家最喜欢 对 体重度最高的 它香气超香的 而且超级汁的 好 那有好多品种 今天其实陈大哥也带来 对不对 对… 好 这有上一种品种在梨山 对 梨山这边比较普遍的 就是这几种品种 像这个是中金白桃 中金白桃喔 对… 那它跟这个所谓的这个 上海水蜜桃有什么不一样 它口感比较细腻 好 汁也很多 但是它就是产量不够 不一定 好不好 我跟你说我家事都吃了 陈大哥 那我们就来吃一下中金白桃 好 OK 这个叫说这里等于说 它的口感比上海水蜜桃更细 对… 更细腻 但是它的产量其实比较少 对… 所以要吃到中金白桃也比较 不容易 对 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 家户跟观众朋友 我帮大家吃中金白桃 所以现在其实已经很少了 对… 好 这个中金白桃 你还没那么甜 因为它将来不说很成熟 你如果让它放的话 它会更软 但是它的果肉比较滑 对… 我觉得吃起来它比较滑 对… 那果然我觉得要是我 我喜欢这个 上海水蜜桃 对 又比较软 然后又比较汁 对 而且甜度很高 对啊 这个最高的也可以到20出头度 20出头 对… 好棒啊 然后这个又是什么 这个是奈户内 奈户内啊 对 这个是上海水蜜桃采完以后 就采这一地 所以也就是说 接下来就换这个奈户内了 对… 因为上海水蜜桃已经尾生了 对… 所以接下来就是奈户内 奈户内大概可以到什么时候呢 奈户内以今年来讲 差不多到9月10号左右 9月都还有 对… 因为奈户内它算是晚桃了 对… 那碗桃它差不多 吃起来的口感又怎么样 它比较Q 它比较Q 对 它会比上海 上海水蜜桃还Q 对 但是它软的时候一样 我告诉你 这个品种一定是从日本来的 对… 也很好吃耶 对啊 这个也很好吃 它的口感跟上海水蜜 比较有差别 有差别 但我觉得这也好好吃 也其实Q 它的甜度的话 它比较如果… 我知道你特选的 我觉得这也很好吃 我也很喜欢 对 所以其实你看好好玩喔 其实那个赖大哥 要把陈大哥 陈大哥还帮我们准备 你看 对… 水蜜桃小有这么小 对… 有没有看到 这么小耶 你看 由小到大 最大的水蜜桃 对 这桃是你这最大桃的 对… 你看看 来… 大家看看是不是很可爱 你看 哇 这两个比起来 这应该外面不可以买 对 这无价 这个是无价的 对… 这只大桃吗 这一桃超过多少钱 这一桃大概200元左右 200元 对… 哇塞 这一棵巨无霸 200元 今年其实说实在的 水蜜桃比较晚对不对 对… 而且听说今年的水蜜桃 其实也比较小 一般大概平均来说 市面上比较多的 大概是属于哪一个大小 差不多是这一种大小 这一个大小 来 这个大小比较好 一般来说是这个 这一桃差不多一半多少钱 今年的价钱 这一桃四五十元 这一桃200元 200元 其实正说这三人漂亮对不对 我们说自己要吃 自己要吃 其实这种的就很好吃 四五十元很好吃 对… 而且这个时候来吃 是正好吃 离山的水蜜桃 而且离山的产量 可以说是我们全国之冠 对… 真正水蜜桃的故乡 无论如何 希望大家一块来尝一尝 我刚刚吃真的有经验到 终于满足了我 今年要吃水蜜桃的欲望 真的是超棒 好 来 早前 记者跟导播讲七项 讲七项 讲七项 好不好 今天在这里 一开始早上就阳光灿烂 但是离山 说实在 大家如果要上山来买水蜜桃 跟陈大哥买水蜜桃 我跟你说 你外套真的要 要套一下 你现在几桌你看 十六斗 十六斗而已 十六斗 十六斗 俗里是爱水 不怕老皮水 我会说 所以我没有穿外套 但是其实现在离山的早晚 是很凉的 差不多大概就是十五六度 有时候更低 因为最低温度 甚至这几天有到十一二度 对…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 无论如何 来… 今天又是拜五了 我们赶快来看气象了 从卫星云图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昨天 整个天气上来说的话 昨天天气好 而且温度高 你知道吗 最高温几度 昨天最高温台北来到了36.8 昨天熟里不是有跟大家讲吗 昨天午后的一阵雨 范围会增加有没有 山区近山区 甚至大台北平地都会 热到山北下 结果不热 我整个面都熬起了 你知道吗 我才可以去吃水蜜桃 稍微抚慰一下心情 可是为什么昨天 这个午后的18号不如预期 说实在主要是因为 这太平洋高压 没有预期昨天北台的明显 昨天它的轴线甚至怎样 甚至又升进台湾了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 昨天天气也是好情热 所以昨天午后的一阵雨 其实午后热对流还是被抑制了 今天整个太平洋高压 就真的要北台上去了 所以今天上半天各地依旧晴朗 紫外线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紫外线因为云量有增加 所以大部分都是过量等级 不过今天的高平地区是属于危险等级 因此无论如何 大家防晒工作还是要做好 当然了 今天的塞巴号要怎么办呢 我们要提醒您了 今天包括大台北地区平地还有山区 甚至嘉义以南的平地 对那个山区跟近山区 其实都还是下得到午后塞巴号 甚至局部地区尤其在山区的话 午后热对流会比较旺盛比较明显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 会有大雷雨的现象出现 今天范围扩大了 告诉你明天的范围就会更多 因为明天的水气是最多 而且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是最弱的 因此从未来这几天的天气预报 我们要提醒您了 今天天气还好 那么午后雷震雨 其实明天主要偏重的 还是在山区跟近山区的部分 明天来说如果大家要出游 记得雨伞一定要带 因为明天的塞巴号 其实都会比较明显 下雨的时间也会比较长 至于温度上来说 北台湾还是都好热 高温上看36度 而至于中南部 也有33到35度的高温 东半部也有33到34度 无论如何呢 这个礼拜熟丽说了 重点还是在热部分 另外这几天 尤其礼拜六呢 比较会下午后的塞巴号 大家外出就多注意 下个礼拜 有这个热带型机器 甚至不排除有台风 到底会不会靠近台湾啊 没关系 鼠丽会为大家做观察 这个礼拜呢 我们就上离山来消消暑气 而且 吃水蜜桃 真的啊 超级疗愈 超级过瘾的 好了 时间交给家如 家如你想不想吃一口 好 谢谢鼠丽了 的确在棚内已经流口水了啦 下一段继续来品尝哦 下一段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